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3年10月23日 因为在隔也不知九日或十日 就说他们的选举要报名了 从而在下年的一月 就会正式选举 因为要选出他们的一个领导人 或者我们的广东人比较粗俗一些 华氏人 华氏人 好了 好了 究竟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刻 这一日这一刻为止 有四个人有兴趣就会出来选举 第一个就是赖清德 第二个就是安文哲 第三个就是侯友宜 第四个就是郭台铭 四个都说会出来选举 我简单地讲一些资讯 这个赖清德就是民进党 现时的副总统 柯文哲就是民众党 就是之前的台北市市长 然后就是侯友宜 就是国民党 党内就推举了他出来选举 然后最后就是郭台铭 郭台铭很有趣的 今天我们拍摄最新的时间 出现了一宗新闻 我们中国这边就是涉嫌认为 傅士康好像有些税务 和土地的使用上有些问题 这些要收到税 这些可以付钱的 有很多钱 四个我说最熟的是郭台铭 你应该熟一点 因为太太是台湾人 郭太太是台湾人 所以你应该清楚一点 所以我经常有看台湾的新闻 所以我才觉得今次这次选举 是可以值得就是叫做 拿出来大家研究一下 在命理角度 对吧 继续欣赏影片之前 请留言支持 知识有价 支持我们营运 令更多人受益 我都是根据八字去说的 是的 政治我们不懂 纯粹用命理角度去说 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赖清德 师傅 赖清德 赖清德的八字 我们在网上找的不是师傅给下去的 这个是网上的八字 就见台湾命理网站 台湾命理网站 是的 那就见到了 他的机会大不大呢 看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就是叫做 哦 他新金日元 他就得禄 是 他得禄的 那就是 似是建禄格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尊王格 因为土金都王 他虽然是有点水去舍 但是来说都是尊王格 水来说可能是假神 就是比较是洩气 那就是明年来说这个运气挺好的 他以四年夹神本身来说就是合住用神 就是合住了他本身的六星 六也是代表了官运的意思 似乎他官运是大旺的 就是赖清德来说 他的官运是应该是大旺的 嗯 那 侯友宜呢 那侯友宜是一般的 是 为什么呢 他的八字是这样的 侯友宜 是 侯友宜又是在台湾命理网站那里找到的 那侯友宜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国民党 他一个推举的人 那我看侯友宜的八字本身来说 就没有赖清德那麽清 当然 而且他走的运 在明年来说 夹神年就是天下地冲的日处 因为更衰日 天下地冲 那整个八字的局就续了 运续了 嗯 似乎就不应该是得到大位 是 就是选华市人应该差点 是 那就柯文哲呢 柯文哲就是民众党 叫做第三党 就是这样 是的 那智商的就说160 但是说话就很少 有没有机会呢 有 八字熟金 金金 刀斧金 地支来说 海貌味他有局的合局财局 人性 咦 明年来说就是叫做财破印 明年来说是财破印 那他两个忌徒 那他财破印 两个忌徒道合 明年夹神 夹几道合 左臂右磅 似乎来说就是给朋友连累 就是说给那些猪队友连累 是 就是如果他和人组成一些联盟 就反而就自己担心了 是的 又或者被人分了票那类 我看 哦 会这样 就是可能会被人分了票 是 抽后脚 是 甚至乎合作员都未必有好结果 大家你说我我说你 应该就不要 道合无情 我们命理有句朔语就是道合无情 是 是 必有再升 是 是 那反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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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来说明年来说 新神本身来说 他也是 暗盒过水局 嗯 暗盒过水局 也是食伤来的 似乎来说就是 不理官运提升 是 会这样 哦 是 运都是差一点的 到这里就没了 就没得再上一级 没错的 是 那我再看看郭台铭 郭台铭 我又在网站上找到这个 郭台铭的八字很复杂的 别人 就是古灵精怪 是 又说他8号又说18号 是啊 维基百科就说18号 接着但是不知为什么 找了很多台湾网站就说他8号 是 但是我当然用18号给他起 这个八字我帮他起的 是的 那他就熟火 就相关生财富字天来嘛 他的八字本身 哦 那不似是啦 就是用神来说 他就是人外合 那个海水用神 人外合就护卫的用神挺好的 是 所以他的财富就好了 但是这个命相关太重了 哦 相关太重了 就是 那做生意就老实说奸商 是 就是 就是 为富就不仁 发财不纳品的 这些 是 会这样 那明年来说呢 夹十年呢 就神述聪 就影响到他的呈向的 是 那个八字 因为神述聪的聪都很紧要 是 整个八字聪都很紧要 哦 似乎就 你说 选华事人未必可以 是 就是不是很大官云 是 就是你说他发财就会 是 法官就未必 是 你说如果他真的要做官 反而是非 哦 正如你所说 是啊 即如你所说 可能都因此而犯了很多麻烦 是 那我想他都不会搞的了 是 搞不到 中央都说 给他一些压力 是吧 中央很害怕他会中吗 这个我不知道 又或者可能 这么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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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紧了他很久的了 只不过今天扎定了一个吉日 他的情向是相关嘛 相关生财嘛 明天来说 夹几合夹了相关嘛 就是制约了他的 制约了他的情向 所以说他应该是 就是不得志 不如愿 不得志 就是他的官运也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我有个异象 我想再看回 就是其实郭台铭 他说出来选 讲了很久了 已经累积来计 我想有十年了 前两次他都说要自己冲出来选 但是往往到最后 就是没机会 就是票数不行的 或者总而言之 他自己可能因为某些原因 这次似乎意欲大一点 但是又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看到他来 就是以前过往的十年 都是不适合时候呢? 还是大运 给不到一些官的运给他呢? 他的中运运一直下去 老实说 他都不是真正正行水运行官运的 嗯 反而来说就是财运而已 他只是一个法财而已 哦 法财就不法官 有些人是这样的 是 你有钱也没用 你做不到官就做不到官 有些硬要做官 你就可能会有横和 是 会这样的 就是以前 吴敏国的时候 汪征慧 大家都知道 汪征慧的老师是姓吟的 他也是命理高手来的 汪征慧本身也是有学命理的 也是高手来的 但是汪征慧的老师 他算过自己一生都没运 就是没有官运 以前那天是做官的 是 但是汪征慧知道 当他 你知道了 就是魏满州政府 汪征慧最大的 是 他就说老师 我给一个官你做 好像给一个省长去做 是 做了不及一个月 就被人暗杀了 哦 是啊 就是这样 是 老师可能根本没有官运 就硬给一个官去做 不然就死了 哦 所以有时候这些事情 都要看回自己的生命 确定的 顶不顶得住 是吧 似乎 赖清德先生 就是在格局上来说 格局上来说 比较高 而且机会会大一点 是 他本身是一个合用神 是春天来说 嗯 六星有拱位 就是近上一层楼 是 现在他是副总统 那你再上一层楼 还做什么呢 没错 就做最大 是 是 是这样 OK 所以 今次暂时 我们在2023年的10月23号 去做这个小小的 学术的研究 是 无论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也好 当然有很多一些事情 会反映 最后可能是郭台铭说不选了 甚至乎不知道 是否有人又搞不到了 都不知道 我也知道 因为台湾这次选举 就很影响的 尤其是战争的阴霾 会有这些情况 是 是 所以大家就谈论一下多一点 是的 有时也有缘机 是 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 坊间也有一些人的说法就是 是否台湾和香港 就会一起来说 是吧 例如说 我们在香港经历了的事情 其实 会不会台湾也不愿呢 这样 所以大家都绝对很关心 这一次的选举 又是那一句 我们是从一个 学术的角度去分析 也不算是什么 预测任何东西的成分 OK 下一集 我又再跟师傅说 其他一些沿岳风水上的话题 好 拜拜 继续欣赏影片之前 请留言支持 知识有价 支持我们营运 令更多人受益 请不吝点赏